小乐哥带乐区欢迎来到幻学的乐哥仓库 我们之前做了三盒黄金圣斗士 金属的黄金圣斗士第三方人才 今天我们要来做第四盒了 这第四盒是哪一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里边赠送的这个赠品啊 上一次赠送的赠品呢也是一个这个小包子 不过上一次呢是黑色的 我觉得可能是芝麻包 而这一次呢是红色的 我也不知道该是什么馅了 来放到一边来看一下这里边的主体 打开盒子把盒子拿出来啊 然后主体呢就在这 这一次装的有点奇怪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开的方式呢 跟之前的几个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哇这个好像里边还挺刺的 你看这里边全是尖刺 我刚才手进去想要把它这样拔出来 不当心旁边扎了一下还挺疼 来我们这样从背后把它给推出来 好了 那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巨蟹座黄金圣斗士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来我们凑近点来看一下啊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穿着着神圣黄金圣衣的 迪斯马斯克巨蟹座的黄金圣斗士 那迪斯马斯克在动画片里边 可以算是一个反派 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反派吧 虽然坏学也是巨蟹座的 但是我对于这个设定 难免心里会感到不是很爽 那回到这一个金属制作的 第三方人找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 那跟之前的三个黄金圣斗士相比呢 迪斯马斯克的这一个头的部分呢 他不是这种全包的一个头盔 而只是一个面罩 那所以除了面罩之外 其他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做了头发的零件 来把它拿下来 看到没 这样一体的面具的部分刻画 依旧是非常的细腻 那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呢 也是挺锐利的 这一套我觉得你在把玩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这种边边角角 真的挺容易碰伤自己的 这个要千万注意 然后顶部这个凹陷的部分呢 依旧是一块突出来的小磁铁 搭配人仔头部的这个磁铁呢 来正好是可以这样吸上去的 但是呢 吸上去之后 因为他左右摇晃的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他只是靠磁铁来吸住 并没有把它牢牢的固定住 所以你把它摆的时候 摆放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把它面罩要摆正 如果摆歪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难看了 再来看一下他的头 他的头呢 是两面的表情一刷 现在对着你的这一面呢 明显是在发大招的 难道他在发的是 机师器敏电波吗 然后反过来呢 就是一个邪笑的表情了 一看这个表情就知道 这个绝对是一个反派了 这个脸怎么都不是好人脸吗 对吧 来再来看一下 他正面圣衣的表现 那他的身子脚 这个呢是固定的 因为他都是用金属开模一体制作的 所以他的脚呢 是无法摆动的 腰呢也是不能弯下去的 这一个系列呢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表现多少 稍微有一些可惜 再来看他身上 圣衣刻画的细节 那因为他是金属制作的 所以你不用指望 他的细节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跟那些印刷的第三方人在相比 他这个金属的 只能是做到 他的质感相当的棒 但是真的你要追究 他上面那些开的细节的话 肯定是比不上印刷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呢 也是略微有一些纹路 但是这些纹路呢 也只是做出了粗的线条而已 胸前这边有一个红色的 我猛一看有点像奥特曼的感觉啊 跟之前的三个黄金圣斗士相比呢 我觉得他的肩甲部分 做的比之前三个都要来的华丽 看上去也更具有气势 他的手呢 这次的手动起来明显偏松 你看我们把他里边插紧 都很难插 稍微一动 你看手就往外滑 那这个手呢 又有点跟之前木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这种细节质量 厂家还是需要多打磨打磨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他的背后 那背后呢 直接是螃蟹的 那几条腿的样子 看上去的这个姿态呢 也是非常的棒 光泽 你看我们稍微缓一缓 转一转 看到没 这种光泽映蹭在上面 也是相当的棒啊 这个跟另外几个黄金圣斗士 都是一样 因为他是金属自作 所以他的看上去的质感是很棒的 但是只能是用来展示 并不适合用来把玩 来把它放到一边 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展示盒 好 来 我们把这个打开啊 这一次展示盒的这个底座 哎呀 依旧稍微比较难开啊 然后这下面呢 是一块底板 然后这个下面的底板呢 也不是乐高的 是其他的国产积木 但是他上面呢 也有字啊 写着BT 我也不知道这个BT代表了到底是哪个品牌 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盒子 盒子正面的印刷呢 上面写着巨蟹 然后下面有巨蟹的标识 这边呢 是品牌的标识 一个小芒果 然后他的背景 里边的这个背景呢 直接是叹息之强 而他的外壳转一下之后 你就会发觉外壳呢 是黄金圣斗士 这个圣衣箱子的这个涂装 而且他这边呢 还是有编号的 因为限量是80套 所以这边是有编号 我们这一盒呢 是第74套 哎 不我们之前的那几个 后面有标识吗 后面也有 就是白羊的 我们是第31套 来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金牛的 哎 我们是第14套 然后这一个是双子的 我们是第26套 哇 没想到巨蟹的这么快 就已经没几套了 该不会我们这视频 发出来的时候 巨蟹就已经卖完了吧 来 我们把巨蟹座 放进去 放到这一个箱子里边 来看一下 他的展示效果 来 展示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来 我们转一转 看一看 对吧 样子看上去 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但是799元的价格 也着实不便宜啊 好了 我们这一个金属自作的 黄金圣斗士 已经极其了 四合了 白羊座 木 金牛座 阿鲁迪巴 双尺子座 撒加 以及今天的巨蟹座 迪斯马斯克 那按照这个顺序 下一次再出的 应该是第五宫 狮子座了 那狮子座的朋友 别忘了多多点赞 一起来期待一下 狮子座的表现啊 好了 今天 坏雪的乐高仓库 就到这里 这一盒 乐高第三方人仔 用金属制作的 巨蟹座 迪斯马斯克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